在接下来的学习里面 我们再了解一下市场结构中的最后一种类型 也就是像轻工业市场上的这种类型 例如像各种各样的饮品市场 各种各样的酒类市场 服装市场 出版物市场等等 那么这一市场已是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 但是它更接近竞争一些 我们把它叫做垄断竞争 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有两类 其中的寡头垄断我们已经学过的 它是更接近垄断 那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垄断竞争 更接近竞争 那么垄断竞争就有什么特点呢 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在这个市场里面有非常多的买方和卖方 有非常多的企业和消费者 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之间是比较激烈的竞争 第二个特点是 这个市场上非常容易的进入和退出 这样就能保证一旦有利润的时候 会有其他企业交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进行竞争 一旦没有利润的时候它可以撤走 这样的话有了比较容易的进入和退出 才能让竞争发生 垄断竞争市场的第三个特点是 每一个企业所剩下的产品都是有比于其他企业的 在垄断竞争市场上 他们所剩下的产品是差业化的 是有差别的 各个企业的产品相互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可以是有形的 是物理上的 也可以是无形的 消费者感受到的不同 那么这些产品差别可以是产品的尺寸 产品的规格 产品的形状 产品的包装 产品在哪销售 例如同样是苹果电脑 在苹果专卖店销售 在电脑层里面的某一个商铺销售 或者在街头的便利店销售 尽管都是苹果电脑 但是在消费者看来 他们就是有差别的 消费者宁愿到苹果专卖店去购买 花更高的价钱 而不愿意花较低的价钱 到这个街头的便利店去购买 正宗的苹果电脑 那么这些产品呢 是有差别的 产品有差别的时候 每一个企业 才能够对有差别的产品形成垄断 因为只有苹果公司 生产这个苹果电脑 所以我是一个垄断者 但另外一方面 又有很多家企业 戴尔 联想等等 很多企业在生产电脑 所以这些企业之间呢 有相互竞争 这也就是说 产品的差别 它能保证的是 每一个企业 会形成自己的特点 根据这个特点 来形成一个垄断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这些产品的差别 是消费者感受到的差别 这个最为重要 有这样的一个试验 在调查消费者 对啤酒的感受的时候 认为啤酒有一个差别的时候 他们给 参与试验的志愿者 给他提供了两杯啤酒 那么一杯啤酒 来是放在深颜色的瓶子里面 另外一杯啤酒是 从这个浅颜色的瓶子里面 倒出来的 然后问这个消费者 问这些消费者 在品尝这两种啤酒的时候 是不是有差别 几乎所有的志愿者 所有的消费者都认为了 这两种啤酒是有差别的 其中深颜色的瓶子里面的啤酒 口感要更好一些 浅颜色的啤酒 要口感要差一些 但是真实情况是 这两种啤酒 都是从同一种 完全是从同一个啤酒罐里面 倒出来的 但是对消费者来说 他认为有差别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真实的差别 那么这样我们看到 所谓的产品差别 我们完全可以用 我们平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来概括 就是了个性化 这就是产品的差别 把这一特点归搭起来 那我们看到 在垄断竞争的行业里面 有非常多的企业 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 那另外一方面 每一个企业又都生产 独特的产品 所以每个企业对自己独特的产品 形成一个垄断 在我们国家的白酒行业里面 最为典型 全国的白酒市场 成千上万家白酒市场 竞争非常激烈 但是每一个白酒粮造商 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香型 品牌 历史韵味等等 都有自己的独特特点 根据独特的特点来形成垄断 关于产品的差异 我们说过 它主要在于消费者的感受 其实我们就在这个 摆斗上搜索的时候 搜索为什么百威啤酒 大瓶比小瓶还要便宜 我们看一下这些消费者的回答 其中一个消费者的回答就是 他觉得小瓶的要更精致一些 这就是他的一个感受 其实两种酒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产品的差别 更主要在于消费者认为它有没有差别 这是最为关键的 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差别以后 那么企业就可以根据这个差别 根据自己的产品的独特性 来形成垄断 垄断竞争的企业 它一方面有很多企业 相互之间有激励的竞争 那么另外一方面 它又对自己得到的产品有垄断 所以这就意味着 在需求曲线上 它和完全竞争的企业是不一样的 对完全竞争的企业而言 它没有任何的垄断 所以一旦提高价格 哪怕是轻微的提高 它的需求量迅速的减少为零 可是对垄断企业而言 哪怕价格提高5%10% 但是它的产品是有得特特点的 所以仍然会吸引一定的消费者 尽管也会赶走一些消费者 当它的价格提高的时候 它的销售量不会减少为零 这就意味着 对垄断竞争的企业而言 它的需求曲线是向右向方倾斜的 像我们在这个头里面所看到的 和垄断企业和寡头垄断企业是一样的 和竞争企业不一样 它是向右向方倾斜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垄断竞争的企业 它的价格和产量决策有什么特点 我们可以归纳为这样三点 第一点 和所有的企业一样 它是要寻求利润最大化的 也就是说 它要把产量和价格确定在 该产量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相等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确定产量 然后再根据需求曲线 确定一个最高价格 我们看一下这个头 这个头里面有需求曲线 和边际收益曲线 边际收益曲线在需求曲线的下方 然后还有边际成本曲线 和平均成本曲线 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相等的原则 来确定产量和价格 我们看到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焦点 所决定的产量是在QM的位置 如果产量确定在QM的位置 价格在什么地方呢 根据需求曲线 价格最高是在PM的位置 那么这个头就显示了 垄断竞争的企业 它是怎么确定产量和价格的 如果我们把它和垄断企业建议比较 我们会发现 确实它和垄断企业的定价模式 是类似的 那么垄断企业在 按照这个模式定价的时候 有没有利润呢 第二点 短期内 它的利润情形 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有可能获得利润 也有可能收着相抵 或者亏损 但是我得继续营业 或者是亏损 我暂时的停止营业 这是第二个特点 那么第三个特点 从长期来看 垄断竞争的企业又是什么样的呢 从长期来看 垄断竞争的企业 和完全竞争企业是一样的 只能够挣得 零经济利润 也就是说 只能够是收之相抵 这个头就显示了 在长期的垄断竞争企业的 它的决策的结果 在这个头里面我们看到 平均成本和需求曲线是相切的 相切于A点 在A点所代表的产量为Q 正好在产量Q的位置 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交 相交于1点 也就是说 这个企业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相等的原则确定产量 在1点上确定产量 确定产量为Q点 那么在这一点上 正好是在需求曲线的A点 而且在A点上 需求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相切 这个价格是在 中轴的P点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产量为Q的时候 成本和价格正好相等 都是在P点或者是在A点上面 所以它是收支相抵 之所以浓南竞争的企业 在长期内是收支相抵 道理也很简单 和完全竞争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有超额利润 就会吸引其他企业加入进来 导致超额利润逐渐消失 如果你是亏损的 这一企业在长期 就会慢慢的退出这个行业 就会使得这个亏损慢慢消失 促使价格在身上去 让那个亏损消失掉 所以从长期来看 垄断竞争的企业 它和竞争企业一样 和完全竞争企业一样 也是收支相抵 只能获得正常利润 关于垄断竞争的企业 还有一个重要的性质 我们需要解释 这个重要性质就是 从长期而言 它一定会存在着过度的生产能力 换一句话也就是说 它不会在平均成本的最低点生产 如果在平均成本的最低点生产的话 它是恰当的利用了它的生产能力 是恰好利用了生产能力 但实际情况是 它会在最低成本的左边生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在于 在长期 由于竞争关系 由于其他企业的竞争 它只能挣得正常利润 而只能挣得正常利润的情形 在头中 就像这个头里面所表现的 一定是需求曲线 和平均成本曲线相切 在这个切点上来进行生产 那我们知道 平均成本曲线 是一个U型的先下降后上升 而需求曲线 垄断竞争的企业 它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它的需求曲线 是向右向方倾斜的 这个时候 一个倾斜的需求曲线 和一个U型的平均成本曲线 如果必须相切的话 因为只有相切 才意味着是正常利润 是收支相抵 如果必须相切的话 那显然 这个切点一定是在 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左边 比方说 在这个头里面 我们看到的A点 所以A点相对于最低点而言 它没有把市场能力都利用起来 这就意味着 存在着固斗的市场能力 那我们需要补充解释的一点是 垄断竞争企业 和完全竞争企业不一样 垄断竞争企业的需求曲线 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降低价格可以增加产量 但是它如果提高价格的话 产量不会减少为零 我们知道竞争企业 如果一旦提高价格 对它的需求量迅速的减少为零 但是垄断企业 不会有这个后果 从前面的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所有的企业 它在决定产量 或者决定价格的时候 它所遵循的条件都是一样的 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箱等 只是在竞争条件下 是价格和编辑成本相等 而且竞争条件下 它不能够确定价格的 这样的话 所有的企业的基本的模式 是比较类似的 垄断竞争企业 在满足编辑收益 等于编辑成本 这个基本条件以外 它还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 在竞争的时候 主要集中在广告营销竞争方面 在进行产品的差跃化竞争方面 也就是说 很多企业它不是打价格战 而是通过广告公式 来增加销售量 同时通过强调 自己的产品特点 自己的产品个性 来吸引消费者 来增加产量 那么在经济学里面 也有很多的理论 来分析这些问题 或者吧 怎么期待 请不吝点赞 有些问题